現在我們開始要上的東西叫做有機化物 第一段叫做何謂有機化物 考試就問你誰是有機化物 但是其實常問的是誰不是有機化物 古人啊,古人認為生命是有靈魂的 跟那個沒有靈魂的九頭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所以來自生命的跟來自無生物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古代的西洋人不會有孫悟空 不會從石頭人蹦去一個猴子出來 石頭就是石頭,跟生命是不一樣的 所以來自生命的叫做有機化物 來自無生物的,延遲的叫做無機化物 跟古人的分法 可是後來,有一位大哥在不小心的中間 做出了尿素 尿素是尿裡的成分,來自生命 以前就說是有機來自生命 然後就從一些九頭,一些無機都做出來 從此就打破了所謂的來自生命跟來自無生物的這個界線 所以這個說法就不成立了 因為我可以從一些無機物都製造出一個有機物來 這樣就不對了 可是生命還是很特別的 我們現在的生物體 對不對都是以碳為基礎 所謂碳基的生物 所以現在對所謂有機的定義是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含碳的化合物稱為有機化合物 所以下列何者是有機化合物要少? 含碳的化合物 但是在講這句話之前 有些東西已經被認定叫做無機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碳酸原類就是什麼碳酸鈣、碳酸鎂酸鎂 碳酸原類的氫化合物 那麼他們仍然被當作是無機化合物 所以這幾個有碳但是被列作無機 那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 氫化物裡面不被 因為這算是我多講的 但前三個一定要知道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跟碳酸鹽 碳酸氫鈣、碳酸鎂酶鎂酸胚 碳酸胚、碳酸鹽酸鹽 他們叫做無機 所以keyword的重點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現在定義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但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鹽、氫化物例外 他們仍然被當作是無機 OK 那第一個重點 好 那麼有機化合物裡面有碳 很多都有氫 很多都有氫 但是有一些沒有氫 很多都是有氫 碳跟氫為主 還有可以什麼 養蛋、硫啊這些東西 發現欸 那元素不多啊 對 它組成元素不多 但是種類很多 原因我們後面說 所以構成有機化合物的元素很少 但是形成的化合物非常多 原因後面要告訴你 OK 就是有機化合物 那麼我們要做一個重要的實驗 叫做乾溜 什麼叫乾溜 什麼叫乾溜 隔絕空氣加熱 我們國中做叫做木材的乾溜 要把木頭拿來隔絕空氣加熱 為什麼 因為木頭可燃 如果直接這樣它就燒掉了 它就燒掉了 它不會分解 所以我要隔絕空氣 它才會因為受熱 然後才會分解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要隔絕空氣加熱 未來會帶到 煤的乾溜 煤也可以拿 要拿來隔絕空氣加熱 煤的乾溜 目前叫做木材的乾溜 這邊的做法 就是我們下個禮拜要做的實驗 下個禮拜要做的實驗 乾溜 下面的左邊的圖是古時候的做法 試管裡面塞木屑 然後塞棉花 但是現在我們都不這樣做了 我們現在用師大蕭士隆教授的方法 右邊的這個照片 就是拿竹筷子用鋁箔包包起來 上面留個洞 然後拿去火上跑 好不好 然後包起來的部分就是要隔絕空氣 然後放在火上烤加熱 留個洞幹嘛 等一下就告訴你留個洞要幹嘛 然後呢就會產生個東西 看到下面的左邊有個火 那是等一下告訴你的那個重點 他告訴你的重點 OK 我們做實驗把它拿到火上烤一烤 然後呢 課本要你在那個有一個洞的那個洞頭 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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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氣體生成 我們要點火 來 除了該這個產物的有氣態產物 液態產物 跟固態產物 氣態產物有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清氣跟甲烷 能背就背 背 背不起來 至少你要記得它可燃 這裡面除了二氧化碳不可燃之外 都可燃 所以要你看它這個照片上 你點火 點完火之後它會燒 我們下次做實驗 看各位的實驗有沒有成功 點著的就是實驗有成功 點不著的就是實驗不成功 然後還有人有衍生的題目 他說一開始有冒白煙 求你白煙可不可燃 那個白煙不可燃 那個白煙是水 白煙是水 所以不可燃 OK 重點有氣體產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清氣跟甲烷 重點它可燃 它可以燒 所以就是以前學生做實驗 還燒得還不錯 還蠻旺的 還蠻旺的 看看你們做實驗的時候 會不會燒得一樣很旺 好旺 有燒著的就是實驗有成功 沒燒著就是實驗不成功 好再來還有所謂的液態產物 液態產物有兩個 一個是黑色的膠油 我看它照片上 黑黑的 它是一個混合物 可以從當中體驗出很多物質 還有一個醋酸 所以實驗裡面有要你拿實驗去試它 看它什麼顏色 它應該會變成紅色 因為它是酸性的 所以液態產物有黑色的膠油 跟無色透明的醋酸 這個木炭產物 就是照片上面的木炭 木炭 照片上面的木炭 這也是小時候 小時候老師告訴我說 木炭就是木頭燒完剩下的 那我就不懂啊 為什麼我的木頭燒完只要灰呢 人家木頭燒完 會被人家木炭在賣我 OK 再燒第二遍 原來 老師說的燒是哪去燒 不是 幹嘛 乾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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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隔絕 空氣加熱 所以最後附帶產物叫做碳 就是木炭 就是碳 所以 請你記錄它的氣態產物 液態產物 跟護態產物 記得 木材乾溜的產物 這是我們這邊的實驗的一個重點 那麼透過這個實驗做完之後 我就曉得木頭裡面有碳氫氧 有碳氫氧 樹磚嘛 有碳氫氧嗎 樹磚有碳氫氧嗎 煤氧就是有碳 有碳氧化碳 有碳氧 有碳氧 所以我做完氫氣 我就有氫 所以我做完這個實驗的以後 我就曉得 這個竹筷子裡面有碳 有氫 有氧 就是我們做完實驗 能夠結到的事情 請注意 它的乾溜是什麼意思 請注意我乾溜的產物 要備好 它的氣力產物是可燃的 氣力產物可燃 就是我們在這裡 跟各位提示的重點